全球确诊病例来到今天已经突破140万大关 死亡人数更是超过82,000人 其中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疫情国家 目前累计确诊人数已经突破40万人大关 死亡人数逼近13,000人 而这种灾区纽约州的确诊人数呢 目前也累计到了142,384宗 死亡人数更创下了单日新高 一天之内就增加731宗 累计死亡达5,489宗 那单单一个纽约市死亡人数累计3,202人 已经超越了19年前911恐袭的死亡人数 不过就这几天的情况来看 纽约州长科默形容 这个疫情有趋向平稳的迹象 虽然纽约州在过去24小时内的死亡人数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多死亡记录 但纽约州长科默表示 好消息是纽约平均每日新增住院人数 出现下降趋势 就连必须仰赖呼吸器的患者数量 也在降低 他推测纽约州的疫情 已经逐渐接近高峰 只是对于死亡人数还一直在增加 州长有他的一番解释 说到重症病患 仰赖的呼吸器 早前与州长有过小争执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昨天就在疫情简报会上透露 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11万台呼吸器运抵当地 所以我们有约10,000敌热 在短期的时间里 我认为我们会需要他们 希望我们不会需要他们 但我们会需要他们 在未来 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国家 人们的状况 都必须是正确的 接触